预售合同显示 两年前孙女士购买了宁波北伦美帝蝴蝶海的房子 面积90多方 孙女士说 当初房子和车位是打包在一起销售的 她一共付了100多万 孙女士拿出了一张收据 显示她交了车位认筹金14万 因为房子在46庄 孙女士挑选了靠近电梯的20号车位 不过当时销售并没有把车位号码写进手据 孙女士家在宁波凤华 来美帝蝴蝶海有些不方便 所以她时不时地通过微信 向销售咨询车位销售的时间 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答复 直到去年12月 孙女士的房子要交付了 她才得知车位在四个月前就集中开售了 她选定的20号车位已经被卖给了别人 过年之前她最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就说这个我只是犯了一个没有通知你的错误 你自己没有看我的朋友圈 所以错过了这个车位的销售 那我听到这个话我是觉得非常不可以理解的 那个销售刚好不是去清采嫁去了吗 然后那个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孙女士所说的那位销售姓夏 对方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胡经理表示这名销售不仅还在休假 而且已经转岗了 根据车位销控图 目前还有很多车位代售 胡经理提出 给孙女士换乘32号车位 就在20号车位协对面 我觉得就是说车位换的话我还是接受的 但是这中间的我还是希望说毕竟这个事情拖了那么久 而且我是不断不断过来协商 但是对方给我的就是比较冷漠的 比较抚扬我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说需要给我一定的赔偿 也会给她一份女品 因为毕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客户也是我们上帝嘛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买房子开开心心的 最后开发商额外赠送给孙女士5000块钱有卡 1818黄剑记者宁波报道